大家好,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1936年的12月4号 北京城呢,那已经是滴水成冰的天气了 这天晚上,天桥居人里胡同16号 一间又小又脏的屋子里 有个64岁的老太太 蜷缩在破棉被里,还哆嗦了半天 终于还是没能扛住凛冽的寒风 在贫病交加中,孤独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有人要问了 说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 穷人冻死饿死,那都是常事 有啥稀奇的呀 稀奇的事,那得后头 老太太死后,不光京城所有的报纸 都登了她的死讯 甚至呢,还有几千市民自发组织起来 给老太太料理后事,修建墓地 当时,京城名头最想的几个书画家 什么张大千,齐白石 那都争相为老太太写碗 前去吊咽的各界名流,那更是数都数不过 一个贫病交加的孤老婆子,你说怎么死后能够想得到如此之高的待遇 她要是什么重要人物的话,那又怎么会冻死在一间破屋子里呢 想不明白什么 我就不卖关子 这死去的老太太,生前只是个妓女 只不过呢,这个妓女有个特别响亮的名头 赛金花 提起赛金花,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 那称得上是路人街头 她原名叫赵灵飞 安徽人,是个苦命王 不但生下来就死了妈 13岁那年呢,她还被狠心的爹改名赵采云 给卖到了苏州的花船上 这花船呢,就是一种 用我们现在来话来讲呢 也是一种呢,带有一种色情性质的一种服务机构 一个游船 游船上游骑得也很漂亮 完了,招一些个姑娘 客人们就上船 可以喝个茶 听听小曲 说是笑话 吃吃瓜子 吃吃点心 就是消遣嘛 就这样赵台云小小年纪就成了一年了 烟花不久 在万恶的旧社会 穷人家的姑娘一进昌门 那就等于就是一只脚迈进了鬼民关 想活着熬的童羊家人 比中大奖还难 不过话又说回来 大奖再少那也有人中 也许呢,赵台云俊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位 一系列的机缘巧合 让这个姑娘的人生跌宕起伏 极不寻常 甚至可以说影响了大清国的历史 而这一天呢 又得从一个叫红军的人说起 有一天呢,这个红军就上了船 上了船以后就 就这个赵采云 塞云化的圆名,他就陪他 陪他就陪,也唱唱小曲 就是在这个船上真的认识 认识一个 就说这个红军就喜欢上他了 红军这个名字呢,现在知道人恐怕不多 可在晚清呢,那也是个响当当的人 他是同志年间的状元 时任兵不时劳 那个是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 按说呢,像红军那样的高官跟一个烟垮女子 那顶多是红场作戏风流快活 没想到,咱们的这位红部长一见采云姑娘 却动了真格了 还把采云呢,给娶回了家 为什么呢? 哎,这里头啊,那又有一段故事 据说啊,红军年轻的时候啊,一度穷困潦倒 连进京赶考的路费呢,都拿不出来 多亏一个叫艾如的青楼女子慷慨解囊 他这才能够进京赶考 离行前呢,这红秀才啊,他指天发誓 等自己发达了,一定娶艾如为妻 后来呢,红军金榜提名,高中壮元 按说呢,这时候他应该兑现诺言,娶艾如为妻了 可惜啊,这时候呢,红壮元朗却变新了 自己现在是堂堂的壮元朗 要娶个妓女当老婆 那不好听不说,弄不好连前程都难保 想到这儿,他心一狠,当了陈氏们 把艾如呢,给登了 谁知道呢,这艾如啊,她是个烈女子 一怒之下竟然上吊色 所以,红壮元日后虽然平步清云 可这件亏心事 一直都像个大石头压在她心 那么这事跟红壮元娶彩云姑娘 又有什么关系呢 哎,也是啥说啊 说这彩云姑娘长得跟这艾如呢 活脱脱是一个模样 红壮元一见彩云 那就想起了当年的艾如 还有自己签下的良心战 曲采云,那就是变相的欢战 当然,也使的话有多少可信度,那不好说 不过呢,红壮元用八抬大叫把妓女采云抬进了壮元府 那却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虽然只是排行第二的姨太太 可一个烟花女子能够成为堂堂的状元夫人 那绝对算得上是麻雀变凤凰 风光,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只是麻雀变的凤凰 日后呢,还会飘洋过海 飞到外国去风光了一把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就在1888年 50岁的红军又被朝廷委以重任 以特命公使的身份出使欧洲赐国 那么按国际上的规矩 大使出行也跟这国家元首一样 得有夫人随行 可红壮元的正方夫人和大姨太 全都体弱多病 受不了路上的颠簸 结果呢,出国的好事 那就落到了妓女出身的二姨太 采云指上 他就跟着去,这件事情是 现在查所有的律师事料都是公开 没有问题 采云当时呢,虽然还不到20岁 可花船上怎么讨客人欢喜那一套 他手啊 而这些招数呢 用在欧洲的社交场合 一样是如鱼得数 他等于四年就是留学去了 他学习国外的文化 生活,包括一些习俗 包括人家的生活方式 和思维方式 我认为对他都是有影响的 很快,这位年轻漂亮能说会道的中国公使夫人 就成了德国甚至整个欧洲上流社会的一朵光彩夺目的交际画 就连德国的皇帝皇后 还有著名的铁穴首相比斯迈 那都成了 彩云坐上彩云 只是俗话说呀,富贵如浮云 在欧洲尽享人间荣华的彩云姑娘 万万没有想到,这好日子来得快,去得更快 一转眼就到了彩云跟着红军出使欧洲那是风光无限 可惜啊,好景不长 1892年,红军一回国就突发疾病身亡 而状元一死,红家人就以彩云出身不好为借口 把他赶出了家门 一个十三岁就卖身为继的女子 身无分文流落街头 除了重操旧业 她还能有什么选择 当然,见过大身边的彩云姑娘 不可能再去当一个低等妓女 您才怎么着 她给自己改名赛金花 在天津呢,打出了状元夫人的牌 一时间那是生意行人 有了钱,这赛金花呢 又买了一批年轻漂亮的姑娘 组成了一个金花斑 那么通过结交达官贵人 最后呢,她还把这皮肉生意啊 搬到了著名的北京八大胡同 她为什么能红呢 主要是因为杨立山捧了她 杨立山是户不上的时候 很大一个大货 出手也大了 动不动就给一千两银子 是之类的 赛金花的生意当时火到什么程度呢 哎,用老北京的话说 那年头啊 京城那边有两个不得了的女人 一个是慈禧太后 一个就是赛金花 京城里的王公大神 大多那都是这两个女人的奴胎 每天清早 王公大神的一个个那是到紫禁城 给这慈禧老婆也磕头请安 一到晚上呢 哎,这帮人又七具八大胡同 一个个败倒在赛金花的石榴群下 这话呢 听着虽然有点夸张 可基本上还是靠谱的 和他交往比较好 有记得他的自传的记者 就是有各个衙门的官员 有户部的 有刑部的 人经上去 也有各个王府的人经上去 北京人有一个习惯 就是把有头有脸的 叫爷 各个行当的人都牺牲爷 那么他非常尊重 所以他叫赛尔爷 一个境 能够混到这个地步 那已经可以说是一个天大的奇迹 只是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富有信心 奇迹没有最大 只有更大 1900年 一件原本与赛尽花无关的国家大事 却让他登上了更大的舞台 上演了人生当中最为传奇的一幕 什么大事呢 说出来大伙都知道 1900年 八国联军打着镇压义和团的旗号 杀进北京城 慈禧太后 光绪皇帝 仓皇系号 这就是著名的庚子事变 那这事跟这赛尽花 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八国联军进城之后 有一帮德国兵 就闯进了赛尽花的住所 想抢点东西 让这帮洋人没想到的是 这家的女主人 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 还声称自己跟这德国皇帝都有交情 他就用德文跟人对话 我还倒过你们手 我还见过你们皇上呢 见过你们皇帝呢 见过你们皇后呢 他这么一说 人家把德国兵也吓坏了 一番话下了 这德国兵还真懵了 哎呀 这是什么大人 怎么还跟我们的皇帝陛下有交情呢 该不是谁能吧 摸不清理性 他们也不敢造次 赶紧又把这情况呢 报告给了八国联军最高统帅 德国将军瓦德西 瓦德西一听这事 一开始也不相信 这什么人呢 自己得见着见着 等这瓦德西呢 来到赛金华的住所一看 也愣住 没错 这个女人 不光跟这德国皇帝有交情 跟自己哪也有交情 那有人要问了 这赛金华怎么会跟这瓦德西有交情 前面说了 赛金华在欧洲当这公使夫人的时候 混得不错 跟这德国皇帝皇后都挺熟 而这瓦德西 当年恰恰是皇帝的贴身侍从 那您说两人能不熟吗 因为经常那个赛金华陪的那个红状眼 是吧 两个人到宫廷里 那瓦德西的时候就作为那种参谋人员 只能有站在皇帝后 皇后后面的这种资格 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下 两个老朋友又见面 久别重逢 那还不得好好聊聊 而聊着聊着呢 瓦德西他就说了自己碰到的一件麻烦事 什么麻烦呢 原来 八国联军进京后 光顾着杀人放火抢东西 把这最重要的粮食问题给忘到了脑后 而当时北京城里的生意人们 那是死的死 逃的逃 结果呢 这帮羊鬼子拿着银子没地方花 眼看着吃饭都成了问题 那么 他要他解决一些 德军需要的行为 你能帮他断了吗 是断了吗 买的土豆可以吧 买的鸡蛋 要是这瓦德西这次算是找对人了 这赛金花别的本事没有 就北京城里的人头首了 三教九流 到处都有客人呢 没几天 他还真就帮瓦德西解决了两个问题 自然 这赛金花 他又就成了八国联军军营里面的常客 那么在羊鬼子面前 那是笨有面子 而且呢 凭着这点面子 他还救了不少中国人 当时赛金花呢 一出门呢 他就看见有人杀一伙一伙团 他一出门 看见八国联军 就在杀一伙一伙团 那么他就会马上制止 说他不是一伙团 一伙团早已经跑了 赛金花救人 他是出于什么目的 说法很多 那不管怎么的地方 凭着在羊人跟前的面子 他救了不少中国人的命 那是事实的 被救的人 那自然对赛金花是感恩不尽 于是呢 京城内外 从普通老百姓到公子王孙 一传十十三百 各种说法 那是越传越鲜 最后呢 竟然有人说呀 说这赛金花 是御帝派来救百姓的九天护国娘娘 这个说法当然可笑 赛金花 那要真是护国神仙 那羊鬼子怎么还能打进北京城呢 不过呢 这国呀 赛金花护不了 慈禧老佛爷的命 倒让他给护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前面说了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 慈禧太后一路就逃命到了西安 可他不能在这西安躲一辈子呀 所以呢 慈禧就派李鸿章和洋人讲和 人你们也杀了 东西呢 你们也抢了 只要你们撤兵 让太后跟皇上回紫金城 要割地 要赔款 条件由你们开 没想到八国联军的老大瓦德西一开条件 却让李鸿章杀眼 瓦德西说呀 条件就一个 只要你把慈禧的向上人头拿来 我们马上撤兵 于是各国的首领在一起开会嘛 那么瓦德西来以后 他要解决问题 他们主要是想为公使不成 科林德 你帮我公使打死 那既然咱们两个宣战 一名还一名吧 至少 所以你的皇上 你的那个慈禧太后 就是那个老女人 她得偿命 说到这 咱们得介绍一下这个科林德 这人是谁呢 他不是别人 正是庚子事变之前 德国驻中国的公使 因为五股枪杀中国百姓 被义和团纳给打死 那么瓦德西就说了 我们打进北京 那就是要给克林德报仇 慈禧支持义和团 那也是罪魁祸首 要我们撤兵 那就得让慈禧偿命 让慈禧太后给洋人偿命 李洪传那当然不能答应 可不答应 洋人就不撤兵 这怎么办呢 就在李洪章席的团团转的时候 有人给说了个读 说北京城里边有个赛金花 在洋人 特别是在这瓦德西面前 说话好使 你请他出面 那说不定能够把这事给摆平 李洪章也听 反正就没别的办法 那就试试吧 而这一试啊 嘿 试图还真就成了 赛金花凭着他能说会道的三寸不乱之舌 硬是说动了瓦德西和克林德的家属 比如说他也能从德国人的那种心理状态来解释我们这里为什么不能把皇帝给杀了 不能把太后给杀了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什么的话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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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他那个基督的一套用他的国内这种思维倒过来再来劝他 他就串了说这个不是慈禧老婆也少的因为当时克林顿夫人一定要追究这个慈禧太后的责任 赛金花主要是给他做功 我呢说主要是他们都不知道 这个一和团都已经跑了 而且这个官员呢负责的官员呢也已经杀掉了 免责了 一和团也杀了很多了 这个仇已经报了 如果你再不同意呢 可以建一个碑 这个碑就是后来在东单也再建了一个碑 最后是一样是谈整过了 就慈禧太后把命保下来了 慈禧老婆也的人头就这么被保住 那么按道理护驾有功的赛金花呢 不说加官几女 那至少也该能够得比少钱当个富婆吧 可为什么后来他竟然穷困潦倒会冻死在一间小破屋 庚子事变中赛金花救了不少老百姓 甚至呢还有慈禧太后的命 可这么一个手眼通天的大功臣 最后怎么会沦落到贫病交加冻死破屋的这个田地呢 哎 关于这事啊 有不少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呢 那是慈禧太后给害了 慈禧 不会吧 这赛金花不是慈禧的救命恩人吗 哎 这里头啊 可又有故事 话说慈禧回到紫禁城之后呢 他吃惊的发现 自己住的宜兰殿 竟然被烧成了一片瓦礼 这慈禧就问了 这 这怎么回事啊 那边上就有人告诉老佛爷 您不在北京的这段时间 瓦德西这个洋鬼子 他就住进了宜兰殿 还把这老乡好赛金花啊 他也接了过来 有一回啊 这俩人在您的这个床上风流快活 打翻了蜡烛 引起了大火 这下就把这宜兰殿给烧了 一听这话啊 慈禧那废都起了 堂堂的太后寝宫 不但成了养鬼子跟妓女 寻欢作乐的银窝 还给烧了 传出去 这还得了 养鬼子我奈何不了 你赛金花 我还整治不了啊 打这天起来 把慈禧对赛金花 他就起了上心 可是 全天下都知道 赛金花有恩于自己 那该怎么对这个赛金花下手呢 就在慈禧犯难的时候 这机会呢 还真就来了 什么机会呢 赛金花开的妓院里面 有个妓女啊 自杀 小包里面 叫凤灵的 这个凤灵最后在他这个 虞书巷一号死的时候 是吞噬的 两片子 一个寄敏自杀 本来跟这个赛金花呀 关系不大了 可对这慈禧来说呢 这就是整治赛金花 最好的借口 很快呢 他就以逼梁为上 杀人灭口的罪名呢 把这赛金花 抓进了行动大楼 多亏赛金花是倾家荡产 花大笔银子上下打点 找不少人在慈禧面前求了情 这才算保住了信 不过呢 慈禧也发了话 北京你不能再待了 得给我走人 就这样 赛金花被迫 赛金花之身 离开了京城 当然这只是 野史里的一种说 根据另一些野史的 这些记载呢 逼赛金花离开北京的 不是慈禧 而是 红状元的家里人 当时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官员呢 叫陆运长 那么这个人呢 他的女儿 曾经做过红军的 大姨太 那么当然他就不希望 这个赛金花在北京混 因为这样对他的 你家的名声不好 所以就希望把他赶出北京去 他知道北京待不成了 那么这样就收拾收拾东西就糟了 关于这事呢 还有一个说法 说这赛金花之身离京 那是让一本书给逼的 什么书呢 就是这本名列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 聂海花 本来呢 这就是一本小说 可不知怎么的 后来有人呢 他就认准了里头 写的他就是赛金花的真实 什么跟洋人鬼混 失火烧了鱼链店 八国联军进京时 帮洋人买粮食 介绍妓女 总之啊 大发国难财 坏事作绝 这本书的出版呢 一下就把赛金花推到了 风口浪街上 感情这赛金花 不但不是救国救民的 九天护国娘娘 还是一个大发国难财的卖国纪女 一下子 这赛金花 他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节老鼠 赛金花开的积月 每天呢 还是人来人往 只不过呢 来的不再是嫖客 而是无数义愤天鹰的老百姓和趁机敲诈勒索的流氓无赖 生意多不成了 赛金花只好离开了北京 要强调的是上面这几种说法呢 那都是出现在一些野史里 现在呢 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啊 赛金花是妓女部长 可要说他跟瓦德西私通 还失火烧了皇宫 那应该都是没影的事 我们分析他两个应该是清白的 赛金花也说他是清白的 赛金花曾经说过 他说瓦德西睡在一个军用帐篷里面 也在这个帐篷里面也睡觉了一个办公 他自己也说是清白的 我想当时瓦德西已经快七十多岁了 七十近七十岁了 应该没有事 除了这个让赛金花身败名裂的那本书 聂海花的作者曾孔也说过 自己写的是小说 虽然借用了赛金花的一些事 可里头的细节呢 纯粹就是文学的虚构 你不能对号入座 当然真正的历史 那咱们已经没法考证 能证实的就是 庚子事变之后没多久 在烟花柳巷里混了大半辈子的赛金花 是两手空空的离开了北京 回到了苏州 对一个人老珠黄的妓女来说 找个老实本分的男人嫁了 那是最好的出路 可惜啊 正是晚年的两次婚姻 让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人 彻底走向了他悲惨的结局 碰到一个好人 跟他同学 就是他的第二个丈夫 叫曹瑞忠 可惜那个人身体太不好了 也可能还碰到些什么不幸的事情 半年以后他就死了 不到一年就死了 第二个丈夫死后不久 赛金花又碰到了一个 在他看来比较靠谱的男人 这个男人呢 名叫魏思九 是个革命党人 辛亥革命之后呢 还当过江西省的民政厅长 总之啊 人不错 这赛金花呢 那也是真心 这魏思九呢 后来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参议员 就把这赛金花又带回了北京 俩人呢 还办了一场很是风光的婚礼 看到这呢 那您肯定会认为 赛金花呢 历经磨难 总算是有了一个不错的归宿 哎 您错 这赛金花来说 这场婚礼 到最后 还是一场婚 魏思九家里有老婆有孩子 家里的并不承认赛金花 认为他仍然是个外事 还是一太太 可惜这魏思九也是 突然得了疾病 应该说是急性肺炎吧 感冒而起 后来也没救火 没救火以后 就为家 夫人不允许赛金花去送葬 回原籍 因此他就 只身 只带了个 顾骂 他跑到了天桥的居人里 那是贫民窟 是北京下层的人住的 一代名记赛金花 从此是隐姓埋名 独自一人的开始 他潦倒而悲惨的最后人生 晚年的赛金花呢 疾病缠身 却又无才一致 只有一个好心的老妈子 偶尔过来照顾一下 就这样 他在贫病交加中 挨到了1936年 最后呢 冻死在一个寒风呼啸的小孩 据说呢 1935年的时候啊 刚刚丢了东北的少帅张学良 一到北京 带着赵思小姐 就找到了赛金花 不但嘘寒问暖 还请老太太呢 在高级饭店 好好吃了一顿 那么赵思小姐看不明白 就问张学良 少帅 您给一个万人唾骂的妓女 套什么进货啊 没想到张学良脸一沉 说了 国难当头的时候 人家还能以一己之力 救几个人 光这一点 我就比不上赛尔爷 这话说的那也不亏良心 赛金花身上有再多的争议 至少人家救过人 那些骂他的官老爷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 又做过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